对图书馆这个楼 你有印象吗 都说了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能有什么印象 对吧 当年你就在这里 跟我表白他 你说你喜欢我 我们就在一起了 后来我们就变成 这个学校 大家都羡慕了情侣 对 反正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说什么是什么 别捣乱 你别理他 你说 你说 你别理他 要做自己 我喜欢你 我觉得你也喜欢我 你觉得呢 谁 谁觉得 这是当年你跟我表白的时候 跟我说的话 你跟我说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你是 真的不记得了吗 这表白还真是有水煮啊 这表白还真是有水煮啊 真不记得了 没事 那我现在告诉你吧 那曾经说的话 还全数吗 二楼看看吧 二楼看看吧 这边吧 这边吧 那时候 我们经常来图书馆 我喜欢看金融蕾的书 不喜欢看严蕾的书 为了方便呀 我们经常坐这个位置 坐过来试试吧 你坐吧 我再去看看 身边一直很垂 Guill Á 在书书馆谈恋爱 可是很射别人学习的 这 你在找什么书啊 没事说 徐先生 你也看这本书啊 放开吧 少美之书啊 这一堆呢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魏总 我们骑车第一道反本地 为地球解护 魏总 今天辛苦你帮忙了 虽然我这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但是呢 还是谢谢你 你叫我薛荣和 我比较习惯 我 我先走了啊 谢谢你 走了 走了 不晚了啊 走了 魏总 我先走了 喂 薛荣 今天有时间过来吃饭吗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我在忙 再说吧 我今天不光没有想起任何记忆 我感觉我连一点情绪上的触动都没有 哎 你说那魏总是不是我前男友啊 哎 你说那魏总是不是我前男友啊 哎 你说那魏总是不是我前男友啊 对案里来说 两个深爱的人见面肯定得有那种 肯定得有那种 我感觉我连一点情绪上的触动都没有 心灵上的触动 这人类之间所谓的触动啊 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我是说 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但就感觉他好像是失望 但是我又觉得 他好像挺开心的样子 他开心啊 他当然得开心了 不用接受你这个大麻烦 能不开心吗 好 说啊 别推啊 干嘛 你别出嫁 别闹 很危险 别出嫁 别别别 危险 很危险 我快痒 快痒 我快痒 快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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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痒 快痒 快痒 早点 快痒